回学校帮孩子拿东西 板桥海山国小31号突然宣布 其中一班停课 家长们议论纷纷 你会怕吗 很大姐不怕 对很担心 新北卫生局证实海山国小一名学童染疫 这名男童确诊后 疫调发现他的妈妈疑似被桃园职场感染 而另一位孩子也验出阳性确诊 预计4月1号列确诊案号 对此海山国小紧急宣布 确诊男童班即停课10天 国小桥安亲班狂列146人 包含66名学生及家长 三名老师以及20名客服班学生 我小朋友是国小的 他们学校里面就会有人讲说 我们学校有确诊 不止板桥疫情烧进新北市 新北31号八个行政区 出现多起染源不明个案 三峡区两位朋友案24395案23396 因自觉与科技厂确诊者足迹重叠 裁检阳性 1号又新增三峡区某国小老师 也验出阳性 接触11个班级约200多名学生 全校预防性停课一天 另外在新北市万里区 也有一名案23399 曾接触防众案23287 在北北基一个交通线 那最为密集的一个地方 那整个都是有一些 那个不明案例传染源的出现 每一个地方就是都要注意 因为Omicron其实已经是跨线式的 这样一个情境感染 半途疫情稍不停 北部成为众疫区 专家忧心病毒已经扩散 北北基逃生活圈相近 近期北部民众自身防疫得更谨慎 接着另外要想与台北新北市采访报道 至少